最近有很多明星都现身于在首都举办的时装周 而这些明星们的状态也引发了很多人们的关注 其中有不少明星在当天的表现都非常突出 比如金巧巧当天就穿着一身旗袍现身 她的衣服将她身材的曲线渗透了出来 只从皮肤和身材上来看 根本看不出来她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并且她当天还带着自己的女儿一起出现 而她的女儿也可穿着同款的旗袍 她的女儿眼睛大大的鼻梁也比较高 看来是遗传了母亲的良好基因 长大了想不也一定是个美女 并且姚安娜也现身于时装周 而她的穿着非常大胆 气场强大 很有个性 惊艳了不少网友 除此之外 楼一霄的表现也十分突出 她和大多数人的风格都十分不同 她穿着一身汉服 脸上也画着唐朝时期的妆容 发型也被精心地打扮过 而她之所以穿成这样 正是为了更好的推广关于中国的服装文化 而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思想的人 没有花边新闻 一直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 她这样的性格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未来也希望她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良好状态吧